记者林美雪台北报道,杰克在19世纪惊起一股贤乐四重奏的热潮,因为那时整个国家都在极力争取文化认同,所以贤乐四重团都在杰克各个爱国沙龙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。 杰克知名作曲家帕弗哈斯在1941年被纳粹逮捕入狱,死于奥斯威辛集中营,留下三首精彩的弦乐四重奏。 帕弗哈斯四重奏便是在这个历史悠久的室内乐传统中成长,2002年于布拉格成军,除了纪念,也为把帕弗哈斯的精神发扬光大。 留生机杂志曾形容帕弗哈斯的演出展现杰克传统的最高水准,温暖,红量,有个性,极具张力。 帕弗哈斯四重奏的首张专辑便获得留生机杂志年度室内乐录音得主,以德福扎克与史麦塔纳为例,我们的母语都是杰克语,生活在同一个城市,这是我们演奏他们室内乐作品的优势。 第一小提琴雅如科娃说,我们在这个历史悠久的室内乐传统中成长,有自己的声音,加上老师教导我们的,始终要带助热情面对作品。 我想这就是帕弗哈斯四重奏受到肯定的特色之一。 帕弗哈斯四重奏将于六月首度访台演出,曲目包括他们最拿手的是麦塔纳、德福扎克等人经典作品。 6月11日在台北国家音乐厅,6月12日在台中歌剧院中剧院演出。 帕弗哈斯四重奏,左起小提琴茨维贝尔,中提琴卡巴特,小提琴雅如科娃,大提琴雅如赛克。 彭博艺术提供,帕弗哈斯四重奏。 彭博艺术提供。 彭博艺术提供下面的需要 TikTok的度误 dog, 雅如赛,短ae urge珍象头发、彭博艺术提供设许 köt列的如 donorsdriven官方。